位于南投市张南路三段以及成功东路的交叉口 这里有两处排水沟 应该路段属于下坡路段 加上当初排水沟的设计不良 造成每逢大雨时都会淹水 也同时造成一旁新丰国小的学生在放学时必须涉水而过 造成当地居民的困扰 先议员陈翰立表示 因为排水沟设计不良 与排水方向乘90度 造成排水功能不佳 让新丰国小的学生每当下雨时都必须涉水而过 由于以前设计的水沟比较小 尤其是到张南路的时候 下水稻沟是90度的一个转弯 所以导致从供应区排下来的水到张南路的时候 水完完全全都在路面上跑 造成我们新丰国小这边的小学生 每次到雨后雷震雨的时候 因为现在台湾的雨下得非常的又大又快 所以常常就是要涉水而过 现议员余秀英表示 因为新丰国小就在一旁 而该路段的排水功能不佳 让学生每当放学时都身在危险中 希望在县长会看后尽速改善 南投市张南路三段与成功东路交叉口排水沟排水不良的问题 在县议员陈汉利与秀英罗美林陪同县长会看后 县长已经与诺会尽速改善 希望在施工之后可以还给当地居民 及新丰国小学生一个安全的环境 记者邱平易南投采访报道